大哥,王一凯来了 大哥,你看我俩都谈了这么久了 我想问一下的 咱这边一般彩礼的话得多少钱啊 一般也就十来万吧 十来万啊 菲菲,你听说了吗 咱俩感情不一般特别深厚 你就给我二十万得了,行吗 什么,我给你彩礼 不是应该咱们给女方彩礼吗 对啊 帅哥 那个大哥,是这样子的 我一切都是为了菲菲好呀 怎么说 菲菲,你这样想啊 我帮你捋一下子 你出去吃饭 服务员听谁的 当然听我们的了 对吧,为什么 是不是因为咱们花钱了 对啊 那大哥,咱们出去打车 司机听谁的 那必须听我们的呀 因为什么 付钱了 对,是因为我们花钱了 所以说嘛 这是一样的道理 那你想,咱俩结婚以后 家里得听谁的 那肯定得听我的是吧 哥 那肯定得听他的呀 那不就得了吗 那你给我的钱 那不就是彩礼吗 对吧 那我是不是得听他的话 是不是这个道理大哥 那这个钱不能让你说 我们说,你必须听他的 大哥,你赶紧给王一凯啊 行 那财力给他 来,拿走啊 你家里你说了算 谢大哥 那咱走啊 咱们走啊 那夜晚 那夜晚 by bwd6